題目可不可以改 第二個 管媽傳這個簡訊會不會太過當 這是威脅警告還是利用 題目可以可以改 只要朝野協商或是委員會集體協議 當然可以改 有潛力 也有潛力 沒有 潛力都有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說 曾經有媒體舉了很多的例子 其實有些例子並不是改專案會議的名稱 而是部會提出來的報告的封面的標題 改了一下 那在立法院大家看一下 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場 有時候就笑一笑默契就給它過去 但是不是針對趙偉的議題去抗議 那管碧零最大的問題會引起糾紛 是因為他在臉書上 公然挑戰內政委員會的 專案會議的名稱 這個一挑戰下去不接受 我請問你一下 你叫高金素梅怎麼讓 這已經是受賤了 那是在搶賭了 你高金素梅退了怎麼辦 高金素梅退了就一定輸了嘛 等於是你逼高金素梅就是要對幹了嘛 可是因為行政部門向立法院負責啊 不是 你就對幹了嘛 我覺得一件事啦 你不要去公開對題目去解釋這麼多 你可以在報告上面去寫你的問題嗎 所以你看陸委會的報告 陸委會的報告它就是很簡單嘛 立法院第十一屆內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專題報告 然後後面一翻開來就是各位委員 但是你就看那個 還有委會的報告前面都一樣 一翻開來就是你剛才唸的什麼 下了一個小標以後再來 各位委員各位什麼嘛 其實如果沒有臉書上公開開竿 其實那份報告出去送上也沒有人就笑一笑就過去 不會有這麼大的爭議 重點是臉書開竿 那臉書開竿引起爭議 你當然管媽的那兩封的那個簡訊嘛 那當然很簡單一件事嘛 你指的是私理也就是說 你在議題上面怎麼樣 當然你挑戰招惟寫了一個私理 但是你後面那一篇到底什麼意思 其實用台語來講 這篇你不會比較失禮啦 後面不要消毒啦 消毒就對了就對了啦 消毒是說你海洋會要 我有很多原住民的同事喔 所以上公那邊就搶聲囉 那你的選票喔 搶聲喔 那都你的選票 這個就很簡單一件事嘛 今天很簡單嘛 如果交通委員會弄了一個題目 交通部不高興 突然跟你一個簡訊說 報告委員 你要求的補助那一條我們正在審查中 交通委員會 請問你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不是就 阿朗 你是要搶聲啦 所以 後面那一個其實 謝謝趙偉 那個後面那一個其實就不用多說 但是你那一段 你給人家的理解就是搶聲嘛 搶聲 管碧琳 我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 好像是賴清德 還是什麼誰上任的時候 一度考慮 甚至徵詢過管碧琳教育部長 為什麼後面沒有 就是因為教育部不太適合 政治爭議或政治性格太強 所以管碧琳那時候 雖然被徵詢 後面也是因為政治爭議性太強 所以就拿掉 所以你說今天 其實你說的這麼說 鬧得這麼沸沸揚 其實也不複雜 就是你不要在臉書寫那一段就好了啦 你不要在臉書寫那一段都沒事啦 就是因為臉書那一段 再加上後面這個簡訊 其實後面那個簡訊 坦白說一句話 那一件事情 其實嚴重過改不改題目 嚴重過改不改題目 你認為嚴重過 我認為嚴重過改不改題目 因為這裡面 很明確告訴你的是 如果我有特別注意 升遷上拔鎖 如果沒有拔鎖說 你們去掛高金樹梅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那個叫高金樹梅是原住民的 那個叫選票 對 那個叫選票 其實這個東西是最不適宜的 我覺得這個裡面 坦白說一句話 在 Abgeord Он 或許解讀嚴重一點 有沒有恐嚇的味道 稍微啦 有沒有恐嚇的味道 你們聽起來有沒有恐嚇的味道 那個叫做秀李珍 秀李珍 有沒有一種恐嚇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後面這個簡訊 要大過於改不改題目 因為改不改題目只是 一時之間彼此立場上面的 一個立法院跟行政部會 可能你尊重與不尊重的一個爭議 但是你回到立法院 立法院不改 你行政部門也沒責 但是這一個問題 我覺得相對嚴重 相對嚴重 是 雅米拿來看 你說這個是免禮珍 那類似這樣 第一個如果是真的要改題目 剛剛上宮火花時有提到 改或不改其實有它的程序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管碧琳到底說他個性強硬 還是真的上面建議 還是第三個說 他自己自認為當過立委 跟立委很好悄悄悄過這樣 其實這個事情我一直很疑惑 就是說以管碧琳從政二三十年 老鳥了 立委他就當了五任 是啊 那你覺得他會不知道立法院 這個委員會的題目要怎麼 他當過趙偉啊 是啊 他當過好幾次 對啊 他資深立委啊 所以嘛正常的模式是什麼 正常模式都是這個議程 出來之 我講內政文會喔 出來的時候都會先跟各部會講 在正式公告之前 都會跟各部會先講啦 那各部會都知道了 正常就是你透過國會聯絡的人 請趙偉跟他說 這個題目喔 因為我們前線可能還在這個談判 是不是可以建議改成什麼什麼什麼 可以有一個修正 理論上是用比較懷柔 或者說比較軟的方式去處理嘛 管碧琳問什麼 禮拜五他還在質詢 他那時候還在院會裡面 下午3點30分 直接在臉書開幹 然後呢 而且直接貼出海巡的這個標題 他一定有他的政治意義 好 如果今天從昨天的結果來看的話 我覺得某某程度管媽 他開了一個新的戰場 讓你國民黨去打那個新的戰場 不要打真相 你來打我要不要道歉 所以他後面他也退了 你看他在演一出就說我退了 只是說確實我認同上公講了 後面那一段是多的啦 多的啦 這一段是多的啦 你去提原住民 雖然說確實海巡 因為昨天那個管碧琳主委 他在打巡的時候 他說對於 因為也有那個委員去質疑說 你幹嘛提原住民 你是想怎樣 恐嚇是不是 其實有有委員 他說這個是邏輯錯誤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我們暗巡弟兄 比例高達17% 確實很高啦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趙偉不是原住民的話 是一個閩南人 他會不會跟你說閩南人在這個 所以 更高 對 當然我認為那個叫做 管閉臨事的風格的 這種叫做溝通 就是他就告訴你說 你的選民在我們這邊也很多 也許他沒有那個惡意 但是很多人看起來會覺得 你跟我提這個幹嘛 因為跟這個沒有關係嘛 對啊有網友留言說原住民 升遷跟這狀況也沒有關係 對 這沒有關係 善意解釋 就說我對你高金素沒私理了 然後後面你們原住民 我會多加招呼 你要善意解釋是可以 那我剛才講的是惡意解釋 跟善意解釋 看你怎麼解釋 但是不管善意惡意都不應該 這個因為跟這個主題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高金會把這一段貼出來 因為你抓到一個把柄 好 可是我們回到那個 戰略層面的東西 你會發現昨天在談真相的立委 是民進黨的立委 他們談的真相是海巡的真相 所以你看像比如說今天聯合報頭版 全部是民進黨立委咨詢海巡署長 還原當天的過程 好 他要的東西就要到了 因為國民黨沒有把真相 打到另外一邊去 最後呈現出來的真相就是 海巡署的官方說法 就這樣講了 就這樣問一下葉元支 葉元支那天高金素沒介紹委員的時候 我特別介紹葉元支 你不是在現場嗎 你去看熱鬧 等下讓元支來說明 所以海巡署講的論述說 怎麼沒有影像呢 還有相關的衛星這些航海這些 他之前要說這些資料 都要送交司法了 所以他說地檢署不給 不願意公開 不管怎麼樣 不管今天海巡說的是正確或錯誤 我說昨天那個戰場 國民黨在打的是你管閉領私閣 然後私立要不要道歉 可是民進黨大部分打的就是說 你還原一下 是不是對岸的船的問題 其實你注意看那個 我覺得海巡署長他裡面 你仔細看他的報告 就是說或是昨天質詢的那種 他有一段我覺得有點怪 他說 他先說 什麼我們的海巡地獄 靠近的時候 我們有 就是有用廣播 要求對方減速 對不對 所以要去登船這個檢查 結果他說 對方的船從0開始加速到40節 前面說要減速 後面又說0加速到40 他到底是有速度還是沒速度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就矛盾了 所以我說0是禁止的 對啊 然後瞬間加速 這個船可能有加法拉利的引擎 吹吹吹這樣 對啊 所以我才說 我說看這些細節 其實立委要抓就是這些細節 你那你到底有沒有 他原始的速度大概多少節 那他你們在制止的時候 大概多少節 理論上是一個連續性的 可是他感覺是一個斷章局 有點矛盾 對 有點怪 我看整個這個質詢內容 我就覺得有點怪 但是因為是民進黨立委的質詢 他不會在意這個細節的東西 他就讓他過去 然後媒體報導照樣寫 然後他就覺得 對啦 你看 他從0開始加速加到40節 可是國民黨就把從這個戰場退出 就去講這個所謂 我們來打這個 所以陽明的立場就是說 管闢林有一點像犧牲自己 然後吸收大家的劍拔 然後最後讓海巡署長出來講 模糊焦點 OK 生死出 生死了 走 生死的 生死 骝爾 生死 中